中科院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近亲繁殖的单位 所谓近亲繁殖的一个单位 在马英九时代 引经中科院的重大的 所谓的科研能力跟人才 就是不断的大幅度的削弱 好 到蔡英文上台 她又想扩充中科院的时候 她只好把过去的老人 统统找了回来 那过去的老人 都是半退休的这些人 那这些人呢 就鼓励她的家族 或者她的朋友 到外面去开公司 开了公司以后 由他们指导标案 那指导标案 那所谓的设定的规格 我现在告诉各位 很多的规格 表面上是由中科院 但是实际上是厂商提供的规格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那不生必爱 好 一定会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 我们真正来讲 就是台湾的军工规格 规定不大 好比说 我们的缓展计划规定 就是我们的防空雷达 要30秒到60秒反应 那现在定出来的规格 居然是要三分钟 它才能够做出切换的反应 那从这个地方讲 那你可以说它是弊案吗 不能说 因为它的规格定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看中科院 中科院等于是民进党 陈水扁执政时代的 达政案的一个翻版 那这种翻版对台湾来讲 是一种灾难 是一种灾难 在这种背景中 看 我们去轻轻炫耏 等等 我们去轻轻炫耏 我们可以去轻轻炫耏